那我覺得弟子規卡通它最棒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並不是一個說教的節目 讓孩子可以自然而然就像看故事一樣 就像他生活周遭 他可能面臨到的一些狀況 那他該怎麼去處理 用弟子規的這樣的一個中心思想 他還是能夠把他的生活的一些面對的議題 都能夠很圓融的去把它解決 能夠去度過這樣的難關 我覺得這就是這個卡通非常棒的地方